陳志祥博士 我喝完這瓶東西 你建議怎樣處理? 建議? 其實沒有的 我們都控制不了它的命運去了哪 你不要說香港 基本上那些分類商最後都是去堆填區的 是啊 其實基本上是騙自己 特別是香港騙得特別的 好了 今天科學會一路 我們講交的題目 因為上個星期我們也有講交的 是不是? 是啊 交的問題 現在我們身體裡面已經有微膠粒了 當然我們不想整個人變成膠 但是這些膠瓶應該怎麼處理呢? 有沒有所謂的這個plastic recycling 即是膠回收循環作用呢? 首先要交代一下 為什麼會選在科學會議論 要講這些塑膠循環的題目 這個題目你問 我覺得本身很悶的 但是我想將一些討論的反思 拿出來大家一起去想一下 就不只是回憶那麼簡單 有些我們好像嘗試建立一些新的道德標準 譬如說我們的膠不要亂用 不覺意用的時候就要將它分類 就不只是說垃圾分類 如果有些人再仔細一些是連你用哪種膠呢? 你都要再仔細做分類 就方便一些人去循環再做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這樣做就拯救了地球了 其實就是一路的故事就這樣說出來 而我們的確確 在我們的社會跟隨著整個地球的發展的步伐 就是我們去嘗試去推廣去做這件事 都講了幾十年時間 是不是? 就是你說以前說80年代開始有比較多的宣傳 就討論未來我們怎樣去處理這些廢物 我們知道去燒這些塑膠就產生很多有毒的化學物質 於是塑膠要分開處理 接著又看到就是說如果這些塑膠 發泡膠也好 任何的塑膠也好 它的分解是非常困難的 於是我們又去嘗試製造一些 可以比較容易降解的塑膠材料 然後就對於一些比較硬的、難的、降解的 我們去做分類 希望透過分類之後 就能夠比較減低循環再造的成本 就希望將一些循環再造的塑膠 製造一些有產值的東西 令到我們不要那麼輕易開新材料來做塑膠 整個故事就這樣了 但是我也想問一下台長你 你覺得活了那麼久 實行了這件事 我們看著香港沒有這些分類垃圾桶 沒有這些循環再造那些可降解物質膠袋 甚至沒有膠袋稅到現在 其實應該都有成二十幾三十年的時間 你覺得有沒有用呢? 我簡單一個判斷就是毫無進展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你就算真的做到 其實是變相鼓勵更加多人用膠 即是這個什麼呢? 即棄即用的膠的器名 尤其是這兩年 因為禁了堂食之後 我自己也沒辦法 我很不想的 但是我要買外賣 你難道自己打過去嗎? 甚至乎我們用的那些口罩本身 都是一些叫做複合的聚合材料來的 其實都可以是一種聚合物 一種人工聚合物 你可以歸類成一些某程度上 有些塑膠衡量在裡面 而那些東西也是你要積棄的 你又要扔掉它 你也不會故意沒有人去拿口罩出來 去分類處理的 沒有人去要你再這樣做 還要故意不要再這樣做 其實看到就是 再加上一件事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呢? 現在什麼香港科技園 對於那些什麼叫做 垃圾循環、分類、再造這些東西 又不頂不頂 又要逐多去半年約 半年後不知怎麽辦的那些東西 就是你會看到其實整個 那些叫環保再造行業 能不能夠搞得起呢? 我們很少看到是搞得很有聲有色的 金屬那些OK 這裡又要特地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講膠和金屬? 金屬我們很有誘因去循環再造的 譬如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菲林 以前我們舊式那些要曬那些菲林 我們不會扔掉的 我們死人都將菲林收集回來 去循環的 在裡面提煉一些銀出來 因為裡面有貴重金屬 我肯去提煉的時候 比我去掘礦 那個回收成本小過開礦成本 於是有得做 這樣就做 另外收集線路板 我們以前有提過的 如果我們去收集線路板 比自己去掘開金礦來掘 因為去收集線路板 去提煉出來的金屬的濃度 就比起那些由礦物提取還要高 所以出來有黃金的產值是有利益的 所以又有人會去做 就算不是說金和銀 而是說旅貫 我們都一樣是比較有效地 去將那些旅貫回收去循環再用 因為它是由那個成品 即是那些廢物變成一個 最後可以有產值的東西 那個成本效益可以即時在那裡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你沒有怎麼看過循環再造膠的產品 其實都是那句話 我們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很便宜 很有效益的方法去循環再造膠 有些所謂的不織布袋 有些都是用到循環再造膠去做的 但其實這又是另一種污染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那些 尤其是香港的問題都有人討論過的 就是我沒有帶膠袋 但是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又不想給那個膠袋稅 那我就不如買回一個新的環保袋 那些環保袋就是那些不織布袋 都是一些循環再造料 循環塑膠再造料做出來的袋 但是原來那個袋用的膠的含量 是比起普通的膠袋還要是十倍的 就是說你為了不想給五毫買一個 只是用一次的膠袋 你就給多了一點點錢 來買多了一個 用多了十倍的一個新的膠袋 而你希望能夠用超過十次 你不用了超過十次 基本上這件事就不環保了 其實就是 所以環保袋這個terms 真的要想一想 就是你怎麼才能做到環保呢 其實我講這堆東西 帶出一件事就是 都是講一個很扭打的一個statement 就是在這也不只是說近期的了 說這十年間都不停地有人去冒險 來去提出一個說法 就是說其實我們一直去丟一些膠袋出來 一直很努力做分類 其實最後你不如大家丟去算 就不要再做分類了 因為說做不過 幫不了我們達到目的 當然了 如果聽眾之中有些 你自己或者是你認識的朋友 本身有些鐵桿環保人士的 你聽到當然是很猛的 但是我想大家再看看 說出一個事實就是 其實就算以香港社會 其實我想你都不止第一次看到 你看到你會更猛的 如果你很支持這些環保業 就是你很辛苦將那些這樣的塑膠分類 或者其他廢物分類 鋁罐他們會拿回去 玻璃可能都會拿回去 但是很可能最後這些膠 基本上都是跟其他那些廚餘垃圾 混合在一起出來 照扔去堆填區那裡 其實這個很大部分情況都會是這樣 但是不止在填區 有些放在海裡 你香港在那個海灘 有多少膠瓶呢? 所以這是兩個問題的 如果放在堆填區那裡 它都會分解的 到某一個時候 那是不是融入了一些泥都裡面呢? 那譬如說在這個海洋那裡 那是不是魚吃了一些膠呢? 那我們吃魚是不是吃一些膠落草呢? 就是這件事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就是實際上的情況就是這樣 是啊是啊 那你又說了另外一件事情出來 分解是不是? 那我們就說了 好了 我當譬如說 大家都好像覺得 現在的這些分類其實都是徒勞無功的 是不是? 那我們有些什麼 就是回到科學的問題 不要只說環境環保那樣簡單的事情 科學層面上我們有沒有能力做一些更容易分解的塑膠呢? 這裏我又要另外提出一件事情 就是那些很多時候 我們所謂的那些 可被鋼解的交代 都是自欺欺人 就是我在這個科學層面上講的 第二個踢爆 第一個踢爆就是 我們原來做了很多年了 那些這樣的塑膠分類回收 原來最後那個 因為沒有經濟 沒有足夠經濟誘因 原來做了很多自欺欺人的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 那些可被鋼解的交代 我就會說 基本上又是第二個 做了幾十年自欺欺人的事情 那些可被鋼解的交代 你會見到 它真的好像 你擺得太久 或者曬得太多 很容易就碎了 不用得的 然後你的心理上就覺得 噢噢噢 它碎了 最後就很容易碎了 大自然很容易吸收了 那我就不會說完全不是 但是在那個 它被大自然完全吸收分解之前 其實我們是承受著一個很慘的結果 就是這些這樣的塑膠碎片 它一路慢慢碎裂成為 越來越小的微塑膠粒 而這些微塑膠粒 往往是我們眼睛已經看不到 或者要放在顯微鏡之下看 然後有些甚至乎已經進入了PM2.5的範疇 是小到的地步 我們是進入到我們的呼吸系統 我們已經在面對這樣的風險 那些膠呢 它只不過是說 得到很碎很碎很碎 但是你如果放大來看 它依然是塑膠來的 就是說那些雀鳥吃了 它不會吸收到 摸出來還是粒膠 然後那些生蠔青口 它吸收了進去 一身都是那些膠粒 然後你會吸收到口 你會咬到 你不會有感覺 因為太小粒 它會進入你腸胃 但是它一樣是粒膠 你消化不了的東西 然後那些東西最麻煩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說這麼小粒的時候 它有機會是可以透過孕婦的胎盤 去影響胎兒 我們就會說 我們如果現在製造了這個問題 那些所謂的 叫做可備降解的膠袋 是大量製造微塑膠的 令我們周圍扔的膠 又是不停地隨著那個年月碎裂 又是會大量製造微塑膠的 那麼我們只不過將一些問題 是變成了一堆 是小到我們的眼睛 看不到的問題 但是那個危害 繼續是對於我們人類有危害的東西 那麼我就是說 那些可備降解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真的叫做降解了 還是只不過製造一個新的問題呢 那這就是我認為是第二個 自己欺人的地方 嗯 那你覺得它這個說法 現在trash all are recyclable plastic 那是不是就這樣擺在堆填區就可以 就是這個問題就沒有了 是啊 那這當然不是啦 如果我告訴你 大家那些循環再做回收 用降解膠袋沒有用的 大家不要再做了 我當然是第一個出來被人打 但是我覺得呢 從科學角度呢 要很認真誠實面對 就是什麼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沒有辦法提供一個新的誘因 去令到那些廢膠更加值錢 我們也都沒有辦法去想到一些新的 就是有沒有辦法去確保那些膠是 不是只是降解 是直接去將它碎裂之餘 將它變質 我想這個陣子 就是科學家能夠介入到的地方 那其實呢 當然說到這裡 又要講一些科學新資了 其實我們不是說完全沒有頭緒的 我會認為呢 如果你真的問我 很科學地去徹底解決這個塑膠問題呢 就是說呢 我們有能力做出來 我們一定要有能力將它很低成本地拆散 拆散出來的東西 不是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是一些有用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 我有一些可樂瓶的膠瓶 如果你留意台灣辭制的那個機構 他們的義工會將那個膠瓶的瓶蓋 和那個膠瓶本身是分開再分類處理的 因為那些是不同的材質的膠來的 那你見台灣就會有志願團體去幫忙去做這樣的事情 而事實上它也是 將這樣的膠不同的塑膠分類之後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需要做的一步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分類類之後 你怎樣處理剩餘那堆東西 你就要想辦法 將這些已經給我們人工結成的罪行物 將它逆轉回 拆散成為一堆液態的原材料 而那堆原材料可以賣 是很純正的 可以賣回給別人 再混合一些新的塑膠罪行物出來 這樣就可以模仿我們先前說的 就是那些循環鋁冠 循環菲林材料 線路板那些故事 就可以提供一個誘因出來 所以問題就是 我們不只是把它碎成為很小的微塑膠 而是就算去到微塑膠之後 我們能夠可以找一些東西去再拿一拿去 令它變質 而是變回成為一些可以再做塑膠的 純正的原材料 那這個才是科學最需要解決的步驟 我們是不是沒有足夠的法學知識去做呢 不是的 但是問題是成本依然很高 你要加一些溶劑下去 又要加熱去溶了去 再提煉到純道 你會發覺是非常的困難 還有它那個降解的過程是需要很多的步驟的 所以整個由一塊製成的膠去提煉出來的部分 它的成本是很高的 甚至乎最不抵的地方就是 往往你需要注入更加多的能量 你的碳排放是更加高來提煉那堆東西 即是當你重複把這些廢膠去循環再造 中間去消耗那些碳排放 比你在大自然裡拿一些材料 由石油化工去提煉那些塑膠原材料出來的時候 你其實都是不環保的 我們其實想找一個能量損耗低 即是碳排放低的方法去還原這件事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去貼 我是很重的希望去 就是一種叫做生物酵素降解的這種技術 如果你純粹用化學降解 你就要加熱 加一些強酸強鹼這些東西 就有成本在那裡 但是大自然上面最理想成本最低的方法 就是好像我們釀酒去購物的那種方法 你放適當的酵素給它在那裡購 購完之後出來的東西融掉了變了質 然後那樣東西你自然就在那裡發生了 那樣我就會很希望找到這件事 在這裡當然我們是沒有結論的 我們現在有沒有能力去製造到這種專門瓦解 某種塑膠的酵素呢? 怎樣去大量生產它呢? 其實就很要依賴我們未來的世界裡面 怎樣運用到人工智能去研究這些蛋白質的技術 來幫我們去摺疊適當的酵素 來適當地去撈掉了這些塑膠的罪行物分子 來去降解成為一些質量很好 很純正的材料 在這裡我就會說 在我們未有這樣的結果之前 你會發覺就是說 原來很多時候這些循環再做 甚至乎你是用可降解材料 其實都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那你問我可以怎樣做? 那沒辦法了 用少一些而已 其實就是 我自己有個預測的 未來十年是 起碼歐洲會禁止用膠 是的 也有個趨勢就是說 你會不會用一些基本上普通生物材料呢? 就是譬如那些膠筋 不要用膠筋 用竹 用木 這樣子 可能成本會高一些 但是現在大家自力將成本的距離拉近 接著你的政府措施的介入就是 你用塑膠你就要給稅 其實提出剛才說的 他提出一個很扭打 就是說大家循環再做塑膠 沒有用的那位MIT教授 他不只是在罵人沒有用的 他是提出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 在科學未有新的方法之前 其實你都是由政策層面去著手 但是就不是抽膠袋稅 而是你去根據每一樣東西 你去用每一樣東西的碳排放 去徵收碳排放水 在這裡看到 你就說塑膠就是其實有個碳排放水在這裡 就是你評估到 你是要按住那件東西本身 對於地球會造成多少的碳排放 來去對等地徵收碳 這樣才能夠合理地反映 我們人類那個要付出多少的代價 就是在這裡 往往這些環保問題 就不是只是科學層面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其實也都是政策層面是需要做很多事情 我可以預想到就是大家未來 就是我們會看到 就是未來有更加多的國家 開始引入一個碳排放水的概念 不是只是國家內部層面 是直接國家與國際的層面 然後就是希望去爭取到時間 去找出一些更加新穎的 暫身的一些叫做釀造技術 就是幫我們去把那些塑膠不是降解 而是直接轉化成為一些有用的原材料 增加回產值 而是在中間的成本是很低的 在這件事未見到之前 唯有一個辦法就是少些用 那些循環再做的那些事情 其實你要接受就是往往的效益是很低 而正正就是因為你知道這件事 大家就真的用少些這個意思了 那哪個國家是用最多排放的 就是徵去寵稅 那講那麼多 其實中國有的成語可以全靠 就是預禁於徵 那這個就可以解決到整個問題 那它本質上是經濟問題 都很有科學問題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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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